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霞光从指尖处开始泛出 而自身金光一闪 几乎表面浮现出了一块块金色的鳞片 将凡圣真魔宫一下子提到了极限 这个时候呢 再单手一扬 一块黑纱飞射而冲 滴溜溜一转之下 再往其身上一卷 它身形呢 一下子就变得透明无形了 最终在原地消失的无影无踪 剑客的功夫之后 在石坤那边的战团处 一只正围着密密麻麻的 见光和荧光疯狂挥动爪子的暗兽 突然手上是攻击一缓 目中呢 闪过丽丝惊疑之色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其身后虚空中 忽然波动一起 一条白乎乎的东西 意外飞出啊 直奔 此兽击射而来 这只银木暗兽 倒也反应极快啊 头还未回 就毫不犹豫的 将一只爪子向后一把抓去 顿时那黑芒闪动之下 树道黑色的爪芒 就先一闪的射出 轰的一颗 黑色爪芒 和那白色东西 喷出的一股白光 撞击到了一起 并发出了 惊人的爆裂之声 趁此机会 此兽呢 这才身躯已模糊啊 猛然掉转过头 终于看清楚 向其偷袭而来的东西 那赫然是一只 树杖培长 提表鳞片 晶莹透明的白芒 提表呢 散发着惊人的寒气 双木更是 丝毫感情没有的 望着此兽 这只暗兽剑子呀 自然大怒之急 但是 还没有等他采取 何种举动的时候 其头顶 突然浮现出了一座 寸许大的小山 只是 滴溜溜一转之下 就默然化为了 百余杖之计 无声无息的 一压而下 此山表面赫然用 银科文明印着 几个陡大的 银色符文 因为此山 出现的太过诡异 外加落下时 一丝声响都没有发出啊 直到开始落下之时 下方暗兽 还默然发现了此物 而这个时候呢 对面白色巨蟒 也从口中 喷出了一柄蓝色的玉扇 冲着暗兽 就是一山啊 一片蓝汪汪的行光 一指而出 直呼对面而去 此兽当即大惊失色 其他两只暗兽 一见此景啊 当即一声怒吼 立刻舍弃了石坤 反扑向这边而来 这石坤呢 却是一声狂笑飞出 手中两只红锤 突然脱手射出 锤头一下子 幻化为仗许大之趣啊 气势汹汹的 向二兽砸去 尚未真的落下 两股无形的距离 就先一罩而下 让二兽身形 为之一宁了 只能回身口碰黑光啊 先应付头顶上的致命一击 而被巨山一牙而下的暗兽 无奈之下呢 身上的皮毛陡然之间 竖立了起来 随之化为了密密麻麻的 黑芒 痴痴的冲对面的蓝霞 击射而出 接着再一台头颅啊 一道粗大的黑色光柱 冲巨山底部一喷而出 此时根本不指望着 仓促的一击 真的就能够挡下 两方面的夹击 但只要 略缓两者攻势 他就有十成十的信心 能逃过此劫了 因为下一刻呀 暗兽体表呢 就骤然黑光大放 身躯一看之下 竟分裂成了数以百计的黑色的蝴蝶 向此面八方击射而逃 黑色光柱一击在巨山上 还真让此山为之 微微一顿 而就是这么点耽搁呀 中黑蝶呢 就一下子顿出了二三十丈去 眼看在一个闪动 就一下子脱离了巨山的笼罩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冷哼 漠然从附近虚空中发出啊 看似普通平常 那些黑蝶文枝呢 却不由自主的一个亮枪 差点从空中纷纷坠落 几乎与此同时呢 黑色巨山表面的银色符纹 也突然大亮起来 接着巨山底部 灰光一闪 破空之声的一动 无数根灰丝样 从山中击舍而出 直见下方 漫天光芒一闪 密密麻麻的灰丝 就从呆至不灵的 众黑蝶身上是洞穿而过 那些黑蝶呢 顿时一颤 仿佛遇到了什么克星一般 再次粉碎成点点黑光 这个时候 山峰缓缓一转 一股巨大的犀利 化为了一片灰色光辖飞出 将黑色光点全一卷其中 然后呼啸一声 重新没入了山峰底部 不见了踪影 这头暗兽啊 竟被原则神山凭空射进了其内 至于是死是活 那只有天知道了 而此兽应毛所化的黑芒 以及远处正攻击石坤的三具黑影化身 失去了本体法力支持之后呢 马上一闪的消失了 附近奇遇二兽这个时候 才刚刚用口中光柱啊 喷落掉的石坤一对巨大化的火锤 转眼瞅见此情形 自然是又惊又怒啊 当即 互望一眼之后 口中默然发出了一声嘀吼 同时呢 体表黑光闪动之下 双双体型开始狂胀起来 转眼之间呢 两头原本不过数丈大的暗兽 竟一下子化为了石余杖之巨 同时浑身皮毛 由刚才的黑色变成了弹银 身上的气息呢 一下子高涨了何止一倍啊 那些黑影所化分身呢 也是威能大增 体型同样丈大的大半 一见此景 石坤面色微变啊 但是 马上不甘示弱的一声大喝 身上的黄色战甲灵光大化 再手臂一抬 冲空中的两只赤红色的巨锤 暗暗一点呢 原本盘旋在身躯附近的那条赤红的火焦 一声龙吟般的清明发出 竟一下子没入锤中 双锤 使赤匣大放 冲二兽一打而去 尚未扑到跟前呢 滚滚的赤燕就气势汹汹的一卷而至 二兽变身后实力大增 自然不会畏惧分毫的 当即是杨手长啸之后 四只爪子先是摇摇的 虚空一拉 迟迟几声过后呢 四个丈许长的爪芒一飞而出 然后光芒一闪之下 又融为立体 化为了一道树丈长的黑色的暗月 此暗月一闪 就轻易的破开了迎面而来的火焦 同时斩到了两只赤色巨锤上 轰的一声惊天动力的启响发出啊 黑光和鸿芒交织一起 互不相让的样子 两头暗兽 当即大口一张 两道气粗的黑色的光柱一喷而出 同时呢 那些黑影化身也一闪之下 趁机的向石坤狂扑而去啊 石坤更不示弱 鸣笑一声 两手默然一握拳 突然分别冒出了一团刺目的黄芒 然后手臂一动之下 顿时无数拳影从身上迸射而出 向光柱和那些黑影一迎而去 就在二兽再次和石坤争斗一起的时候 白色巨蟒体表啊 白光一闪 突然幻化成了一名身材修长的白衣女子 美目如画但英气勃勃 此女一现身而出 立刻呀 从那柄蓝色的御扇虚空一抓 此扇一颤 击舍而回 被射到了手中 先手一动 蓝色御扇 立刻冲着二兽接连挥去 一下接一下啊 一股股蓝侠飞卷而出 又前后连结一气 最后化为了一股石鱼丈高的蓝色的巨烙 气势汹汹的 朝二兽是一卷而去啊 与此同时呢 那只悬浮在半空中的黑色山峰也一晃之下 无声无息的 平空消失了 但是下一刻 那两只暗兽上空 灰光一闪 黑色山峰就诡异的再次浮现而出 他滴溜溜一转之下 一片灰蒙蒙的光辖一卷照相 二兽既然刚才已经看到了同伴的下场 又怎么会不防备暗中偷袭之人呢 当即啊 树生暴怒的狂吼 二兽黑光闪动之下 同时呢往中间一跃而起啊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两只巨兽 竟灰光大放之下 在空中呢 一下子融为了一体 化为了一头 双手银色巨兽 融合后的此兽 体型呢 独有二十余杖 双手梅雨天 第三只树木更是比以前大上的树碑 仿佛两盏闪闪发光的银灯啊 而巨兽刚一线身 两颗头颅同时一摆 第三只树木默然一张啊 各有一道拇指粗的荧光一分而出 一道银像的蓝色巨浪 一道呢 却射向了空中的黑色山峰 荧光一闪敌视 就分别积在了二者之上 探似仍纤细异常的荧光 却似乎具有了不可思议的神通啊 蓝浪和山峰猛然一震 随之凝固一般的悬浮在半空中 不再洞上分毫了 医生有些惊讶的声音 突然从巨兽附近虚空中传出 双手巨兽 原本见自己呢 神通奏效 正大喜至极 他一听轻一声 仿佛近在咫尺处 立刻是目光一沉 一只前肢呢 猛然朝声音发出处 闪电般一抓拍去啊 以此受庞然体型 虽然只是一只爪子 但是却也足有仗许之大 赵芒闪动之间 一下子将附近一片区域呢 全部笼罩其下 同时 举收一颗头颅 也一转过去 眉宇之间的银幕一闪 又一道荧光击射而出 此受融合之后 第三只妖目 竟然可以接连的 喷出荧光出来 若是先前和这些 银幕暗受争斗之人 不提防之下 还真的有可能呢 被一击而中的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爆发而出 人们看似空无一人的虚空中 忽然现出了一个 浑身金光闪闪的人影啊 一仰手 竟放出了一颗银灿灿的大印 一个翻滚之下 化为了一片荧光 竟然将双手巨兽的巨爪 轻易地挡下 面对那一闪救治的荧光啊 人影则冷哼了一声 身前漠然浮现了一面小盾 晶莹剔透 只是一闪就化为了 仗戌之巨 挡在了前方 那荧光一接触水晶盾牌 却诡异的一闪 竟从那金色人影一旁 一绕而过 竟丝毫作用也没有起到啊 这双手巨兽不禁一愣啊 金色人影自然是刚刚解除了黑沙 现出身形来的寒历 那条白蟒呢 则是通灵傀儡娃娃了 他刚才一见巨兽一找攻来 当即放出了自己刚刚得到的天刚印瓷宝 纯心的想试试此宝的威能到底如何 现在一见此印的荧光闪动之下 竟轻易的抵挡住了巨兽的攻击 心中自然一喜啊 随即的口中一声轻笑 背后双翅猛然一扇之下 人就漠然的化为了一道清白电弧 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巨兽一惊 六目狂闪之下 广四下的扫尸不已啊 但结果头顶上空一声霹雳传出啊 寒历身形竟出现在了凝固不动的黑色山峰上 他冷冷望了一眼身下的宝物 漠然伸出了一组冲山峰轻轻易踩 原本静止不动的山峰 表面的银色符纹大亮起来随之一闪 竟一下子狂战十倍之巨啊 并宛若实质般的透出体表 狂闪不定起来 几乎同一时间 山峰漠然一唇 附近虚空一着扭曲 撕裂之声传出 山峰连同上面的寒历 竟然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巨兽身上的灰光一闪 黑色山峰就如同原本身处那里的一下子 诡异的浮现并结结实实的压到其身上 双手巨兽大听的一声狂吼啊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的反应之时 就如同流星一般的被山峰一压坠落 在途中 山峰上的银色符纹一闪之下 黑色山峰连同下边的巨兽 就再闪 没入虚空不见了 但是马上呢 地面上轰的一声 地动山摇啊 黑色山峰 就如同瞬移一般的出现在了那里 与此同时呢 一个直径两百丈的巨坑也在山峰下 漠然出现了 双手巨兽 被狠狠的压在坑中 只露出了两颗头颅 但面容蹊跷流血 全身都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 韩里丹族呢 踩在了峰顶最高处一块山石上 见此横光一闪 突然抛袖一抖啊 顿时呢 两口数寸长的小剑从袖口中飞出 一晃之下就化为了七八丈长的两道青红 一闪之下就到了山峰之下 青光一卷 两颗巨大的头颅一滚而下 但是诡异的是啊 巨兽这不仅断口处乌黑一片 竟然一滴鲜血也没有流出来的样子 不过呢 韩里却面无表情 只是台族再次一踩足下的山峰 轰的一声巨响 山峰竟然一晃之下 让下方巨坑 一下子又伸了三分进去 并再扩大了进半 至于山峰下的巨兽身躯呢 则一闪的碎裂开来 无数片黑光瞬间的四散飞出 但是这些黑色光片根本未能飞出十余帐外 就被山峰漠然放出的大片灰色的光辖一卷 同样的射进了山体中 这个时候呢 韩里才微微一笑的再次腾空飞起 同时呢 漆黑手掌向下虚空一抓 山峰一声轰鸣过后啊 迅速的缩小了无数倍 最后化为一溜黑芒 飞到了其手中的时候 已经恢复了数寸大小的本来面目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而从通灵傀儡幻化的白蟒出现 到韩里运用大神通 这一口气灭杀了三只银木暗兽 看起来呢 似乎时间很长 但其实啊 不过是片刻间的功夫 那边石坤 前一刻还在拼命的催动一对火锤 是狂杂不已啊 下一刻呢 对手就默然不见 巨兽所有释放神通 自然也烟消云散了 一愣之下 急忙将双锤一收 望向韩里的目光 不仅是充满了骇然之色 当然一撇之下 自然也将娃娃看到了眼中啊 但是韩里却冲其淡然一笑 冲着娃娃呢 一招手 顿时 此通灵傀儡立刻将手中的蓝色玉扇一收 化为了一道白光 飞射而出 一个闪动过后 他就再次的化为了一条 持续长的白蛇 没入到了韩里的袖口中 就不见了踪影 韩里一收了傀儡 毫不犹豫的背后双翅一抖 就在雷鸣声中的化为了一道电红 弹射而出啊 一声霹雳过后 他就出现在了 另一个战团的高空处了 这个时候啊 石坤才醒悟的 同样提表黄光一闪 也几个闪动 就顿到了韩里府近处 目中啊 凶光一现 向下方的一望而去 下方和刚才之时 却截然不同了呀 原本烧战上方的流水儿 竟然堪堪威急了起来 对面的四头银幕暗兽 刺客竟然合体成一头四手的银色巨兽 体长的 足有四五十样 气息强大 是直逼 圣皆存在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一千零 九十一回 未经许如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